iPhone 7 Plus的雙鏡頭 在發佈的時候已經說了可以玩到淺景深的人像模式 不過就要等軟件升級 而剛剛iOS 10.1終於正式推出了 更新後就會發現相機多了一個人像模式 雖然還是Beta版 但我試過效果已經相當不錯了 而今次我也找你 經常到處拍照的旅遊達人阿菲和我一起實試一下 我平時是拍攝旅遊節目 經常都摧摧烈角 拍照可以說是我生活的其中一個佔一個很大的位置 他平時就慣用M43相機拍照 亦都特別喜歡淺景深 因為能夠突出主體的畫 不知道今次iPhone 7 Plus的效果 又能不能夠令他滿意呢 哇 景深效果很漂亮 哇 再試試走近一點拍照 咦 走近一點是拍不到的 沒錯 iPhone 7 Plus 的人像模式是有距離限制的 可以發現在選擇了人像模式的時候 鏡頭會自動切換到56mm的軟攝鏡 快門上面亦都有相應的提示 好像太近的時候會提你來遠一點 太遠的時候又會顯示靠近一點 或者將主體放置8呎之內 實試過後發現最近的拍攝距離大概要35cm左右 而拍照後相機就會自動同時儲存 有淺景深效果的相片和沒有效果的相片各一張 一看就見到背景模糊化的效果相當明顯 而且也挺自然 人物主體也相當清晰 不過放大一點看就會發現哪位是被原相模糊的 另外人像模式暫時只會自動模擬景深 而不可以讓用家自行調節模糊化的程度 不知道阿菲又會否滿意呢 我覺得已經足夠了 即自自然而 除非你真的想要一個很模糊的東西 但我覺得這個在戶外的環境下 已經很足夠的 唯一可以觸發到它的缺點 就是向前向後的位置 對呀 因為你要向前又向後 用來移動下一步才能靜景得到 還有它有一個顯示 說八尺之內 當然有顯示是好的 你可以容易一些去處理 接著我們就來到室內環境 市英阿菲最喜歡的食物相片 距離限制的問題就更加明顯了 這個位置 都還沒有景深效果 嘩 要這樣 這樣才可以拍到景深效果 這個距離 還有這個動作最重要的是 雖然背景也有一定的模糊化 但受距離所限 構圖就有一定限制 人像模式似乎都是比較適合影響 實試完一輪之後 我個人就覺得 在人像模式下拍的相片 比普通模式下拍的相片 雜訊多了一點 不過清晰度和淺景深效果 仍然做得相當不錯 但我也發現了另一件事 就是這個人像模式 似乎只懂得將後景模糊化 以這一張相片為例 開頭拍的時候 用前面的蛋糕做主體 後面的人就會變得相當模糊 不過反過來 如果用後面的人做主體 前面的蛋糕就相對清晰得多 只是模糊了一點 似乎未能完全模擬出相機鏡頭的景深感覺 不過今次人像模式仍然是Beta版 至正式推出的時候 會不會再有改善呢 我們會不會再拍攝 我們會不會再拍攝 我們會不會再拍攝